各位玩家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新台 我是Dudu 這麼重要的消息 在東京電玩展不說 現在在法國遊戲週 Sony技術大不玩啦 有很多都還是全新IP的作品喔 還在登上嗎 趕快起來看看最新消息吧 最近 PlayStation 在法國舉辦的 巴黎遊戲週媒體發表會中 公布了許多 PS4突戰的新作消息 用不可思議的畫筆 在描繪出的世界中 展開冒險的巨像精靈 可以看到主角用巨大的畫筆 創造出生動的圖畫和精靈們 由曾經製作 二名招章系列的開發商 將推出全新的 PS4 獨佔遊戲 對馬幽魂 敘述當時中國元朝 以及蜀國高麗 派軍攻打日本的世界 玩家將扮演 連倉幕府的武士 在遊戲中抵抗來襲的 蒙古以及高麗大軍 用俯瞰視角的香港大屠殺 玩家可以看到角色在 槍林彈雨之中 展開爽快刺激的戰鬥 故事背景轉移到北歐神話的重啟版 戰神也公布了新影片 可以看到克雷多斯 與他的兒子 阿特羅斯 洗手戰鬥的實際遊玩樣貌 更曝光了本作 將在2018年上半發售 看完以上這些 感覺荷包軍又要瘦下來了啦